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馬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 Adidas所推出的全新拖鞋鞋款 那這雙拖鞋呢是 Adilet 22 這一款鞋子之所以會聲名大造的原因 就是在發售前兩周左右的時間 EZ主理人 在這個IG上面發文指控 這個拖鞋完全就是在複製它所設計的拖鞋款式 先不管這雙鞋到底有沒有竊取E本人的創意 但目前為止這雙鞋子因為E本人的發文 所以聲名大造 也就證明了這雙鞋子叫做平民款的EZ拖鞋 定價呢台灣售價是1890 其實沒有說很便宜 不過在這一兩年 Adidas已經轉型成拖鞋品牌的王者 目前市面上沒有比Adidas更會賣拖鞋的品牌 雖然是1890 不過這個鞋子還是有小小的往上漲 一點點大概是2000到2500塊之間 小馬也特別為各位準備了 EZ Slide 這一雙鞋款我們比較一下 到底兩雙鞋子像不像 說實話小馬自己覺得 其實兩雙鞋子的相似度並沒有很明顯 因為講一句實在話 那把拖鞋的外型不就差不多都是那個樣子嗎 所以小馬自己是覺得這一波操作 可能只是Adidas官方跟e本人兩個一起 講好要把Adidas的品牌 增量去給它往上拉一波 那這雙鞋子主要的材質呢 都是EVA的輕量化的材質設計 那最重要的呢 它是一個3D打造的這個鞋款 這個是3D列印技術打造的 材質裡頭還含有17%的甘蔗回收物 所以這雙鞋子看起來 有這種甘蔗的紋路 不過沒有甘蔗的味道 那其實這雙鞋子啊 也是打造出一個比較科技感 比較未來感的拖鞋 那你看它側邊的這一個 有點像等高線的設計圖案 其實還蠻有特色的 側邊也印上了Adidas的logo字體 The Brand with the Three Strips 也就是三條線的品牌 的英文logo 這雙拖鞋它的logo是印上了 三葉草的圖案 那在Easy拖鞋上面 印上的是Performance的圖案 三條槓 其實來講兩個是不同支線的 完全是不會有抄襲的嫌疑 而且EasyStyle拖鞋最大的特色 應該是這個鋸齒狀的大底 但我們可以看到這雙拖鞋 完全就沒有這樣子的一個風格 而且這個鞋款 跟Easy最大的差別就是 Easy的拖鞋 它是比較包腳 上面比較厚 比較窄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會去 大一號的尺寸去購買 但這雙拖鞋 它這邊空間放的比較大 所以小馬自己穿著 平常10半我是買10號 因為拖鞋的尺寸就是 7、8、9、10、11 這種整數嘛 在Easy拖鞋 小馬買11號 那這雙新版本的拖鞋 小馬是穿10號 所以這個拖鞋的版型是偏大 那Easy拖鞋的版型是偏小 各位在購買尺寸上面 千萬不要買錯 如果你平常是穿10號半 那你就買10號 那如果你平常是穿9號半 你就買9號 那如果你是穿9號的朋友 那你就買9號就可以了 可能會稍微鬆一點 但是拖鞋穿鬆一點 比穿緊一點來得更好 各位應該會很好奇 這個鞋子的實際上腳的感覺 那小馬稍微也穿昨晚 跟大家分析一下感覺 這個Easy拖鞋的Q彈度 如果10分來講 Easy拖鞋10分 那這雙就是8分 Easy拖鞋Q彈度 還是比較高一點 Easy拖鞋它的高度厚度 會比這雙還要來得更厚更高一點 所以它的這個有增高效果 比這雙鞋子更明顯 但整體來講 這雙拖鞋真的是非常好穿 很柔軟 Q彈度真的都很不錯 僅次於Easy Slide的這個款式 所以如果你已經有 Easy拖鞋的朋友 我是覺得這一款 就可以不用去入手 但如果你覺得這個 買不到原價2290 要花吵架4000多塊 才可以買 你可以去買這雙 2000元 可以買到的 平價款的Easy拖鞋 它顏色上面除了有這個 奶油配色之外 還有第二個 這個小馬自己很喜歡的 抹茶配色 還有一個黑色的顏色 那其實整體上來講 它的顏色跟Easy拖鞋 出過的顏色都非常類似 所以如果你想入手一雙 蠻有科技感拖鞋的朋友 這款Adelette 22 推薦給各位 還蠻好穿的一雙鞋款 那各位覺得 Easy拖鞋跟新款的 Adidas拖鞋兩個 到底像不像? 有沒有仿造Easy設計的嫌疑? 在底下留言你們的看法 我是小馬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